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翔北小五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市场 继续为大家淘机器 每天能为大家淘到满意的机器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有这么多的粉丝支持我 相信我 也是我最大的荣幸 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什么性价比比较不错的机型 我们优先找到这台11Polomax无锁256gb的亮机橙色价格不到6100 64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5600 有所的话更便宜 64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49256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5400 这台机器是帮广东老铁收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经常看我们直播 自己手上用的苹果6也是坚持了好多年 看我们不管是帮忙淘机器还是侧击都是自己本人亲自侧的 所以也是很放心让我们去市场帮忙调一台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11Polomax内置a13的处理器运行各大游戏完全没压力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也很好 后置三项头外观颜值都非常不错 机身续航电池容量也是有3969毫安 相比苹果12 除了不支持5G网络 不管是机身散热性能配置以及续航都会比苹果12要好许多 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机型 手上这台是性能小钢炮苹果8有所的64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1300 这台是山东的老哥拿来给自己使用的一台机器 老哥也是经常看我们直播觉得我们比较靠谱 所以也是让我们去市场帮忙搜一台苹果8 虽然苹果8是老机型的 但是目前拿来使用 不管是单主力机还是备用机都是非常好的一款机型 不管你是拿来打游戏还是日常生活使用配置都跟得上机身散热效果也很好 4.7寸的屏幕支持指纹识别 拿来使用一个三年左右完全不用担心配置会跟不上卡顿的问题 Xs 最近入手的小伙伴也是不少 因为价格相比之前也是少了不少 我们手上现在拿的是256gb的亮机橙色价格不到3100 64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2800 同等价格上256gb的查都要3300左右了 Xs 256gb的才不到3100配置性能上两款机型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Xs 也是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也不错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2658毫安 正常使用一天也是不用担心电池不耐用的问题 拿来当主力机使用一个两三年 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这台是11poro无锁的256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5600 64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4600 这台机器是一位老朋友就要我们去市场收的一台机器 老哥之前也是在我们这里入手了一台苹果8 用了差不多快半年了吧 自己现在也是想换一台配置性能好一点的机器 比较习惯用小屏的11poro也是不错的选择 5.8寸的屏厚玻璃采用磨砂设计 外观颜值手感都是非常nice的一款机型 同时内置a13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不管是爱玩游戏还是日常生活使用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续航上电池容量也是高达3190毫安 机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机器整体性能配置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机型 要说目前什么二手机性价比最高 那肯定是我们手上这台xs max了 手上这台是无锁的256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3964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3400 这个有锁无锁只是合约锁跟功能是没有关系的 跟国航都是一样的品控质量以及功能 配置上xs max内置搭载a12的处理器 6.5寸的ol 异地屏大屏游戏首选机型 同时机身散热效果也是非常好 电池容量也是有3174毫安相比高一个配置的苹果11 性能配置续航上xs max都不会输给苹果11 而且价格上还要比苹果11便宜不少 哪来当主力机使用一个三年左右 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一款机型 当然如果预算没有那么高 但是又比较爱玩游戏2000不到的预算 选择什么机器性价比会比较高一些 我们手上这台苹果8p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台是有所的8p64gb亮机橙色价格不到1900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会选择苹果8p呢 手上这台8p是5.5寸的大屏机型 同时配置上虽然是a11的处理器 但是就算你爱玩游戏运行速度也是非常顺畅 大屏游戏机学生档首选机型 电池容量也是有2675毫安 正常待机一天也是没啥大问题 预算不到2000就能入手一台使用三年左右 还可以玩游戏不卡顿的机型 还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价格上也是非常的亲民 苹果的机型我们逃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一起去安卓看一下安卓机最近又有哪些机型比较值得入手的 手上这台是华为的mate30polo5g版本8加128gb的量级橙色价格不到4100 相比之前拿货也是少了200256gb的量级橙色价格不到4600mate30polo作为曲面屏的机型 手感上那肯定是非常的巴适 外观颜值也是非常时尚 内置搭载麒麟990的芯片 不管你是哪日常生活刷具使用 还是说打游戏使用都是非常顺畅 机身续航也是有4500毫安 不用担心使用一天会没电续航不够的问题 哪来当主力机使用一个三年左右 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一款机型 手上这台是素皮版的mate30系列的机型 5g版本8加128gb的量级橙色价格不到38256gb量级橙色价格不到4100 这台机器是福建的老铁在我们这里入手的一台机器 老铁是去年就认识我们了 也是蹲了我们有小半年的时间 经常看我们直播和视频 觉得小五做事情比较用心靠谱 所以也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调一台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妹的30是麒麟990的芯片 屏幕是6.62寸的ole地屏 显示效果也是非常细腻 机身续航时间也是不用担心 4200毫安正常待机一天也是没有问题 外观橙色也是没有磕碰划痕 仔细检查确认机器是全员没有翻新过的痕迹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直播间侧机 好啦 今天就差不多分享到这里了 晚上10点半左右 我们直播间不见不上 我们会把淘到的机器在直播间里直接以直播的形式给小伙伴们侧机 用最少的钱买最好的机器 我是小五 喜欢更多华翔北二手机行情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